太平山很美 太平山上的翠峰湖 让你看到了更美的风景 你可以在那翠峰湖看到日出 你可以在翠峰湖看到美美的雪景 你可以在翠峰湖看到美美的 梦幻的感觉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你会看到有一些伐木工人 他们从那附近默默的走过去 可是你要注意 他们没有五官 川玉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对 太平山 它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我们台湾 早期的三大林场之一 一个是阿里山 一个是巴仙山 另外一个就是太平山 因为它其实海爬够高 所以我们每次如果说 有寒流来要下雪的时候 也会想要去台平山赏雪 对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些灵异传说 那主要就是说 它早期的时候 因为它本来是没有公路可以到达 它是有 以前是要驾那个 一号锁道 二号锁道上去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做这个碰碰车 碰碰车 对 在滑木工人他们都会坐这个碰碰车 上去滑木 然后又用靠这个碰碰车 载这个木头下来 这个就是发生在民国43年的元宵节 当天就是有十几名工人 他们就是坐这个碰碰车 准备要进去民区滑木 结果那个碰碰车很奇怪 这个碰碰车它一开开的时候 没有怎么样突然间怎么 不知道机械故障还是这样 就开始往前冲 当时这些工人会觉得 怎么突然间这样子 而且没有刹车 他们有的就准备想说要跳车了 结果说来不及 就车子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翻覆 然后就坠入山谷 最后山谷造成了十几名的那些工人 全部离难 所以碰碰车就像掉到山谷里面去了 就掉到山谷造成十几名 然后比较诡异的是 没想到隔年 隔年 就是说隔年 同一个盐宵节 又是盐宵节 他们当天又是碰碰车 又在同样这个路段 又在翻覆 什么 又在翻覆一次了 而且是隔了一年的时间 隔一年的 同一个盐宵节 很奇怪 就是同一天 又在这个地方翻覆 可是那次翻覆又造成了 三个人死亡 结果有这么多的伐木工人 就是因为这两年的 两次的碰碰车事故而生亡了 对 所以说后来这个地方 就开始变得不平静了 那又有很多的领域传说 这是抓交替什么的 还造成 曾经还造成一阵子 这些伐木工人 他们都不敢上山去 那后来这个民国66年 那个林场结束的时候 那开始 那时候就开始 就开始有公路 坐那个公路上去了 太平山就转型 变成一个就是 那个风景 对观光的 对观光一个景点 那变成观光景点的时候 那就 这时候这些游客 他们出来太平山 都会想要去 那个吹风舞环 你知道当时 太平山要到吹风湖 这一个路段 这个路段 其实是石头路 都是石头路 路况也不好 对路况不好 那所以说他们就是要坐 他们那个四种传动车进去 那有一次台风 造成了这个 这个山的那个 那个领导 严重的摊风 所以说游客必须来这边 然后再走过去这个摊风地方 就是坐他们另外 那个接驳车 进去吹风湖 那所以说那个接驳车 他们 这些游客通常来吹风湖 行程都是想要去看日出 所以他们都要凌晨 可能三点 四点就 就从太平山出发 坐这个中巴 这种四驱车 然后进去 那他们所以说 有一个叫做林德大 他是在那边 专门就接驳的那个司机 那他必须就很早很早 就在那个 在那边等到客人来 他们接过去 那有一次 他就是 有一次晚上 他就是 大概四点的时候 凌晨四点的时候 他还在睡觉 因为他几乎就把这台车 当作是他的那个 当家一样 对当家一样 所以他睡觉 睡到可能五点 那个游客来 他就载游客进去了 那所以说 他还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 被一阵的吵杂声音 吵醒了 他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 这么好像很热闹 这时候 他就听到那个 有陆陆续 像那个工人 就伐木工人 好像拿着那个 那个原窍 没有伐木了 怎么会有那么多 伐木工人呢 对 所以说好像 有人在聊交谈 聊天这样子 从他远处走过来 他就醒来 坐起来赶快看 没想到 他看到什么 没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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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觉得奇怪了 刚刚警察这么清楚 好像一堆人这样子 怎么会没有 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后来他就想说 他会不会听错 他就躺下去 就想说 那就继续睡觉 没想到 他才躺下去 不到两分钟 声音又来了 而且这次 非常清楚 就是有工人在交谈 然后他这次 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刚好 从他远到远处 这样慢慢慢慢走过来 然后他就觉得 那这次 会不会 不是他听错 而且是很清楚 这次他就没有做起来 他就想说 他就想说 瞇着眼睛 偷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工人 已经从那边慢慢走过来 然后他就 哇真的看到这一群工人 就从他的车旁边 这样 一群一群 插身而过了 对对插身而过 然后他这时候 眼睛就搬 瞇着这样子 看 哇 他真的看到工人 这些工人是怎样 穿着那种 就是穿这种 工作服 戴着那个工作帽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 这样走过来 走过来 但这场都是 公司工人戴着工作帽 没有错 拿着眼镶 拿着鞦子 然后走过去 然后他再仔细看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吓呆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脸 是没有五官 等一下 为什么伐木工人没有五官呢 就是这样黑压压的 整个脸 就是这样黑压 这样一个过去 他整个人吓呆了 而且整个人都僵在那边 他究竟都没跑到 走